你们来 先看一下这个黑暗上的这个 所以第一组同学与手 第一组同学 只剩你三个吗 两个 好 那一个不见了 第二组同学与手一下 第二组同学 那您只有四个吗 六个哪个不见了吗 还是不知道 等一下 好同学 你们高中时候会这样子吗 不是你们 我说其他的同学 还没来的同学 来第三组同学举手一下 第三组同学 你们六个吧 没有人不见了 来 七个 七个 有一个不见了 不是还没到 好 来 第四组同学 第四组同学 你们这边原来有六个 现在几个 有一个是还没到 来 接下来第六组 第六组 第六组 六组有几个人 五个 一二三组 好多到了吗 对不对 好接下来第七组 第七组 只剩零四个 好 这两个不见了 三个不见了 好 三个不见了 好 上次听说要这么复杂 考这么多次就不见了 来 第十组同学 第十组 举手一下 第十组五个 那你们有没有不见了 两个不见了 好 哪个不见了 来 来 第八组同学 第八组本来有七个 第八组举手一下 第八组举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二四六 啊 结果 一个不见了 是不见了 还是 还没来 还没来 来 第九组同学 第九组本来有五个 第九组举手一下 第九组五个 怎么这三个 啊 有一个不见了是不是 还没来 你坐到你左手边的那个黑衣服同学 你是这一天 这个礼拜登选上的吗 啊 你是第八组 啊 第八组 啊 第十一组 十一组有七个 来 十一组举手 十一组举手 一二三四五六 少了一个是不是 一个不见了 好 来 第十四组 十四组举手一下 十四组六个 六个都在 有没有不见的 没有啊 很好 第五组举手 第五组好 有没有不见的 还没有 还没来 还没来 第一个还没来 好 OK 十二组 十二组举手一下 二四五 啊另外一个 好 OK 十三组举手 十三组二四六七 一 再怎么多一个 二 七组举手 二四六 六个 啊这两个同学已经是 加选 加选的 好 OK 好 加选的同学请先站起来 加选的同学请先站起来 让我看一下 加选同学 加选同学 来 OK 好 有人说你会后悔的 哈哈 哈哈哈 没关系 加选同学一站起来 然后刚进来的东西 你看你的主别 看你的主别在哪里 还是有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是不是有六个加选的 所以后面站的那位 成条五个同学是加选的吗 加选七个 七个 七个同学 好 OK 那我麻烦你先坐一下 来 来我这边 准备要 人不见了 我把它删除掉 第一组同学 有一个到 他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来 是不是 确定他不会 确定不会来 好OK 那我把第一组删除 这一个 来第二组同学 举手一下 第二组同学一下 五个吧对不对 你们确定那个同学会不会来 好 好 来第三组同学 本来有七个来 举手一下 确定他会来 确定会来 确定会来 然后第四组同学 第四组同学 你们那个同学会不会来 不确定吗 不确定吗 大概不会来了 昨天晚上有没有上去讨论 好 好 来第六组同学 你们五个都在吗 来第七组同学 只有四个嘛 对不对 好 第八组同学 再来举手一下 12345 五个 少一个对不对 七 OK 大家把这个同学 移到前面来 另外一个就不见了 好不好 有没有 那个昨天有讨论吗 有讨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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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 好 来来来 那第九组同学 第九组同学 第九组同学 都在 12345 都在吗 少一个 是还没来说 有没有上去讨论 有 OK 那第十一组同学 有一个昨天有没有去讨论 有 有 OK 十四组同学 六个 第十组 第十组 举手一下五个 五个来 第十四组同学 都在吗 第五组 第五组都在 十一组同学都在 十二组都在 十三组都在 OK 好 那新来的同学 请站起来一下好吗 请站起来 我开始决定 就一定要把你摆在那一组 那 正面的第一个同学 第一个同学 第一个同学 第一组 第一组同学 来了吗 第一组同学 您 只有几个人 好 那你现在只有四个人吗 那不是本来有六个吗 那这些两个对不对 这两个好 嗯 那 第一个同学 跟第二个同学 你们在第一组 好不好 你们到最前面来 好麻烦 你们到最前面来 然后 第七组 第七组 这边只有 四个嘛 对不对 那第七组同学 这两个男同学 你们加入第七组好不好 好 OK 麻烦一下第七组 OK 然后 现在还有几个同学 还有 三个同学嘛 对不对 那这个同学 黑衣服的同学 你就先暂时坐那边好不好 好不好 那 第十组 第十组举手一下 第十组 一二三四五 好 这位女同学 你可以坐到第十组吗 好 OK 就坐在这边 拿那边看好一个空位 好不好 第十组 所以现在剩下一个同学 同学 那你希望参加哪一组 你自己挑好的 你闭上眼睛随便挑一组好了 还是想坐远一点 坐近一点 那组的太多 那有七个人了 你再加上七个人了 你再加上八个人了 你为什么要挑人那么多的 你叫到第五组这边呢 还叫到第六组这边呢 可以啊 都可以嘛 第六组要不要 好 第二组 那你再加上六组 那你再加上六组 这边都有一个位置 啊 这边都有一个位置 啊 这边都有一个位置 好啦 那大家都已经有 自己的位置了 还 怎么样 喔还有你 对不对 没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這邊都空的嘛對不對 你現在是坐在這個位置嗎 這個位置 怎麼樣同學 有一個來了同學你怎麼這麼晚來 你差點被人家排除掉了 好 第二組前面那兩個同學你往後面坐好不好 那這個位置丟給他 可以嗎 麻煩你這兩個同學 麻煩一下 那這個位置讓給 這裡面往後面對 那就是第二組就是六個 那第一組就七個同學 好不好 那那個黑衣服的同學想參加哪一組 你怕那是你同學嗎 不要你那組都男生都沒有女生 那算是你右邊那組好了啦 你覺得如何 好 好 OK 那你就 你就在第十組 還是第十四組 OK 右邊 第十 好 那就第十組 可以齁 那 第十組 第十組 OK 第十組 欸 今年很奇怪 今年男生特別多耶 過去男女比例大概是二比一 今年好像比較平均一點 一比一 有沒有那一組 你都是那個男生少於三分之一的 你們那一組男生少於三分之一的 第 第十四組嗎 第十四組 那這樣子你要不要站在第十四組好了啦 好不好 你在第十四組 往後面那邊坐好不好 往後一個位置 你往後一個位置 往後一個位置 好 所以我們這邊 最多七個人最少六個人 好 OK 那就沒有問題啦 OK啦 沒有問題啦 暫時沒有問題 然後呢 麻煩 新來的同學 新來的同學 你們可能有一些規定 可能不知道齁 那 好 好 不管如何 等一下你們下完課以後 你再仔細思考一下齁 是不是你們剛剛那個同學講的 你慘了 好 昨天晚上的同學 有上FB討論的舉手一下 有上FB討論的 好 非常好 大部分都有齁 我大概都有看到同學們在上面討論 非常的不錯 非常不錯 那可以開始感受到說 這個大學生活 跟你們高中開始不一樣了 開始不一樣了 高中你們有標準課本 有標準答案 那到大學之後呢 開始要發 開始要發展你們自己的思考模式 開始要發展你們自己的思想 好 所以很多問題 那個我們的小老師們 不會給你答案的 沒有標準答案的 他只是帶給大家做一個討論 那討論 昨天 討論其實最多問題的是一個 就是 到底社會學是什麼 那其實社會學是什麼呢 其實有一個最好的答案是 瓊分 講的 瓊分你說社會學像什麼 好 我忘了我學什麼 你學會忘了學什麼嗎 那個麻煩 有人說社會學 你從不下社會學 搞不清楚 那我們的成分就是說 社會學呢 你要談 你要討論社會學 讀社會學 你就要像談戀愛一樣 是不是 你自己忘記了 我自己忘記了 老師你可以麻煩 就是 Cue那個第三組 Cue李肅 李肅 他說他像談戀愛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那個麥克風 那個麥克風 然後 就如果說一開始 就當你認識的話 這樣這個 戀愛就沒有意思了 有種朦朧的美感 這樣 對對對 好 對對對 沒錯 假如這個男生 或女生 早就認識 早就知道他是什麼 你還會有興趣說他嗎 嗯 你總是覺得說 唉有一點不知道 唉 試試看試試看 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呢 這個談起電話來 感覺才會刺激嘛 對不對 什麼時候可以上一輪 什麼時候可以 不是 這個部分就是 慢慢來慢慢來 好 所以社會學是什麼呢 其實你問一下很多 唸完大四畢業的 社會系的學生 或者唸研究生 或者甚至社會學老師 社會學是什麼 他們其實也不一定 可以講得出一個 非常明確的答案 你問我社會學是什麼 我可能有我的看法 但其他老師可能看法 會完全不一樣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大學學習 有趣的地方 他不會給你一個標準答案 他只會引導你 怎麼去思考而已 所以社會學 要跟各位討論的是 怎麼去思考 那這個思考的方式 跟其他學科的 一同在哪裡 來來來來 我們先從簡單的一些 一些事情 開始討論好 這邊 社會學的應用 其實非常廣泛 那 可以應用在法律上 應用在經濟 應用在組織 應用在人類行為 應用在心理 都可以 那我這邊舉的例子 就是大家覺得 法律好像很難 法律好像許有專精 法律是怎麼樣怎麼樣 嗯 那我們來看看 社會學怎麼看一些法律的案件 法律的案件 來第一個問題 好 根據 民法第193條 好 反正就是這個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個人騎著摩托車 騎一騎一騎一騎 然後就 啪 醫生 跟 一個汽車相撞的 好 那個汽車是加害人 反正汽車撞摩托車就對了 那這摩托車其實就 好吧 他就知道去住院 要 動手術 那現在問題出來的說 那 這個 我在醫院裡面 動手術 我需要吃飯吧 我需要一些 一些 營養費用吧 那這筆錢 到底是 汽車這個駕駭人 要付 還是 我這個被害人我自己要付 還是 好 根據民法第193條的規定 他就說 受害人 比如像那個摩托車騎士 可以請求 請求賠償 因為減少勞動能力 他現在不能工作了嘛 對不對 他是因為減少勞動能力 所受到的損害 因為他不能工作 所以他可以求請 說啊 我這個月少賺了五萬塊 你要陪我 第二個 或者 所增加的生活需要 所增加的生活需要 增加的生活需要 增加的生活需要 就是包含的 像說我去住院 我本來不需要住院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住院要花的錢 可不可以要求 可以 好 不要這麼快 不要這麼快答案 當然 找到這麼簡單的話 這我學就不用念了 來 有三種說法 你覺得你知識哪種說法 第一種 A說 他就說 那你本來就要吃飯啊 你不住院你要不要吃飯 要啊 所以這膳食費這個部分 吃飯這個部分 你就不要列了 不應該去請求 第二個說法 就是說 醫院 要控制 供應的飲食 就是說 你因為生病嘛 吃什麼餐吃什麼餐 醫院要控制 那它是治療行為的一環 所以吃東西的東西 是屬治療醫療行為 所以可以全部 除了你要用的醫藥費用之外 你吃的部分 也應該可以去請求 那第三種說法就是說 你本來就要吃飯啊 那假如醫生他們有特別說 要用供應特別餐 特別餐 你會想說 你要吃低糖的 你應該吃高蛋白的 然後他就這麼說 他就說 你又吃啊 然後那個人 假如是可以全部請求的話 我就拼命吃 我每天吃三隻雞 五根排骨 燉雞湯 拼命吃 可是這個不是醫生指定的 所以他那種說法就是說 嗯 只有醫療行為的時候才可以請求 那些醫療行為以外的這些東西不能請求 你就可以來 你們討論一下 給你們三個鐘討論一下 來來來 你們就來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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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感谢观看 好 感谢观看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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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万八一万九 现在可以领多少 九千再加四千一万三 撑过半年以后呢 半年以后找到工作 哇 您不知道什么叫失业吗 同学你毕业要保证自己不会失业的举手 保证不会失业的举手 您是都不敢讲自己会找到工作的 贵人 他没有问到我啊 对不对 像您就遇到贵人啊 对不对 遇到像我啊 对不对 好 你要判他十二年的举手 这边还有后面这边追寻 我还是想好奇一下 你决定判他1.5年的举手一下 1.5年 我看一下 举手一下 这没有什么答案的 你要判他十二年的举手 嗯 好 很好 谢谢 好像没有性别人差别 来 这位 刚才都是男同学 给女同学讲好 给女同学讲好 来 隔壁的女同学 你要不要往上推 你要不要往上推 你稍微看一下 没有声音 你往上吹就有了 可能接收的关系 你讲一下好了 对 你这样讲好了 他就会安静听你说的 你站起来 你站起来大家看不到你 我觉得就是我说杀害直系亲属 然后还被亲友客远判决只有1.5人 那有点是在鼓励社会大众就是 遇到困难的话会去杀害自己 用这种方式解决 我觉得这是不应该被鼓励的 所以你觉得说 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是说 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解决 不应该杀害人家 也许杀害自己的直系亲属 那假如不是自己的直系亲属 像说比较自己的哥哥 啥 那他即使在什么困难 都还是要等下来是不是 想看多困难啊 那刚才那个东西 因为他残障 有没有注意到他残障 他找工作有没有困难 不知道问号 他假如有工作的话 会先在这个样子吗 然后他是小学毕业 工作好找吗 可以卖彩券 可以卖彩券 你有人说 卖彩券不会赔钱吗 有有有 对啊对啊 你觉得他不管如何 就是要想办法 那你要想一想 那他可以 那你支持叛生年的人 告诉我一下 他可以想什么办法 来 再怎么困难 还是要想办法 来可以想什么办法 第一个卖彩券 还有呢 卖爱心笔 好 卖爱心笔 你没有买过爱心笔的举手 有买过的举手 有买过 你看 一百个人才五个人买过 你以为随便的人都可以去卖爱心笔吗 你卖爱心笔是谁可以去卖 因为财单就可以去卖吗 你可不可以随便随便在火车站前面卖爱心笔 好 他家住在云林的边海边 你家去哪里卖 去六星卖 死得更快 我跟你讲 对啊 你说他可以去卖爱心笔 去哪里卖呢 好 再告诉我 还有什么方法 来 祈祷 好 祈祷 我们政府赢不允许祈祷 赢不允许 默认吗 还是禁止 默许吗 有默许吗 您在街头上告诉我 高雄是哪里的期待 夜市 火车站 地下隧道 地下隧道 哪里的地下隧道 地下道 地下道吧 台北火车站里面有哪里有乞丐 告诉我 告诉你 我们那个是叫游民 那不叫乞丐好不好 explosions 波车站里面是哪里未 daily 不一样 而游民要叫街友啦 我饭碗河 她是饭用的啊 我问你 那个会不会被赶 我会 會啊,所以你們到處去祈禱可以嗎? 蛤?什麼? 游泥跟警察都會拿,這我知道啦,不用你講 這個,這個,剛才這個人,他可以去哪裡祈禱? 啊,對對對,有蘋果去報了,他拿到以前對不對 那蘋果的記者會不知道? Facebook 哈哈 因為他有電腦,他有像裡面要斯文型手機嗎?還在滑 所以,還有這個是我家,他還有什麼辦法? 給他過去了一半,把那個東西吃,所以每天去拿Saven的麵包回來吃 可以嗎? 出家 出家好,長得真好,你以為生氣病人家就讓你出家嗎? 告訴你,你們以為出家這麼容易喔? 不要頭髮,那我剃掉頭髮明天就變和尚了嗎? 我看在這裡,來,這個同學是和尚嗎?來,同學 你是和尚嗎? 剃掉頭髮就是和尚嗎? 告訴你,現在寺廟裡面不隨便大家出家的 沒有這麼容易喔 出家,現在至少要做事以上才能出家 對啊 你們不知道嗎? 因為沒有辦法做事啊 出家做事啊 連資格都還不夠,我跟你講 尚大沒有出家 那個不叫出家 他不叫出家 他只是一個叫 有一個名詞叫做 那個輕修飾 對,修飾 別人是修飾 歸或是 叫什麼 有一個詞位 專門形容他們這些還沒出家的人 出家的意思說 你必須替度有師父給你法號之外 這個寺廟要供奉你一輩子 所以要收一個人 竟然當和尚不是這麼容易的 當尼姑姑這麼容易的 你也是這麼神的便便嗎? 那你覺得這個產黨者有可能嗎? 好,再告訴我 還有其他什麼辦法 來 找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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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社會局 社會局 所以大家想到了 要找社會局 找慈濟 你以為他這個案子 社會局不知道嗎? 知道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社會局 就是給他四千塊? 因為法律規定 對,因為法律規定 就是四千塊啊 好,找慈濟 慈濟 哇,現在慈濟 他的感覺比正武力太多 對啊 慈濟又公養他們一輩子嗎? 你有聽過慈濟有所謂的 在安養之物人的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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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慈濟安冷植武人的 沒有聽過啊 那找慈濟有用嗎? 沒有 好 來,告訴我 要判他12年 同學告訴我 他還有什麼辦法 剛剛那位同學 理由就跟這個理由一樣 不管如何 你就是要 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要 照顧他嘛 好啦,告訴我 那有什麼辦法照顧 在想啊 寫書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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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聽的每個都是九把刀啊 哈哈 就把他當回去 就把他當回去 就把他當成社會系的喔 嗯 比如說在書九把那裡 你不知道嗎? 不凡事 啊,他是東海社會學院 那時候畢業的 那同學來 你覺得有什麼辦法 就買一段就好了 蛤? 因為他 他不照顧他 他沒有給他 就是他沒有錢 所以他也沒辦法照顧他 就看他爸爸媽媽死掉就完了 就看他媽媽死掉 就看他媽媽死掉 對啊,因為這沒有 也沒有說回乏什麼 我不知道啊 看他媽媽死掉 這時候比較遺棄 可是因為他已經沒有 就是已經沒有錢了 就是 他也沒辦法 他 就算怎麼樣 他只有四千塊能夠養他 嗯哼 就算他給他 就是 給他一部分的錢好了 去養他 還是會慢慢死掉 就是這樣 所以 一樣給他死嗎對不對 一個早死一個晚死 可是就是 他是自然的死掉 不是說他 故意去加害他 就是悶死他 那遺棄罪算不算是罪 可是也沒有到遺棄啊 因為他還是有 四千塊 是給我一點點錢 撥給自己的爸爸 至少還有我 你不是說讓他二十嗎 你沒有說二十 就是 他有四千塊嗎 他四千塊 一個月四千塊 你活得冷嗎 不行 你知道不行就好了 你在學校四千塊都不行了 那他這個呢 這個千圈呢 你說讓他慢慢死 好 那沒有關係 他慢慢死 那我自己也慢慢死 他其實原來想說 爸爸死了以後 他可以幫忙 收屍 可以幫忙佔他之後 他再自殺 他還是有這個想法的 那你覺得讓他自然死 讓自己也自然死 哪個比較好 他就離棄他了 他就拿去警局 然後把阿波林 把阿波林跑掉了 因為他前面沒有攝影機嗎 好 沒有人會收容的啦 我跟你講 假實際都不收容 他這個問題 那個社會局也都知道了 警察局 會收容嗎 警察局還不把案子 轉到社會局而已 因為警察局會收容嗎 警察局會收容嗎 那他擺爛的結果 就打到死嘛 對不對 反正他運到來急啊 一夕喝啊 社會局不會這樣子 我怎麼在呢 社會局 社工人員有時候是很無力的 不是說他們人不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社會局 在討論的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 人跟社會的關係 好 不管如何 各位同學 剛才講這麼多 就是說你採取惡的 你有想出辦法來嗎 但是你就覺得說 不管如何 把你判刑就對了 這個就是我們典型的 我們法律採用逼說 眾判十二年 眾判十二年 從我們社會學角度來看 這個就要做 把雞毛當零件 為什麼 因為他們把法律 當成是絕對的 法律是 是天上掉下來的嗎 是自古以來就這樣子的嗎 是人給定出來的嗎 對不對 那現在是人定出來的 人要不要去解釋 那人去解釋 為什麼你採取這種解釋 而不是採取另外一種解釋 原來剛才我們一半一半 對不對 一半認為情有可人 一半認為要判十二年 那為什麼法官會採取判十二年 對 就是把法律當死的條文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在學校裡面 碰到稀稀多多官僚問題 都一樣的 他就告訴你 學校沒有這個規定不行 學校規定這個樣子不行 學校那樣子規定不行 反正就通話不行就對了 好 這個你們看進來 你們就接近知道了 很快你會知道 好很快你會知道 大概半個休息你會知道 好所以法律這個東西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 他根本就是把計謀當硬件 他不去考慮到 這一個殘障者A 他所處的特殊的環境 再看看各位有沒有幫他解決問題 看看三十二年以後 有沒有幫他解決問題 我一幫他解決問題 他可以吃十二年的免費 然後算而已 可是剛剛想了很多辦法 他不這麼做 他有其他辦法嗎 有沒有 好像也沒有啊 但是你就拿著一個法律規定 法律規定是死的 或是你拿著一個孝順 孝順有這麼偉大嗎 我沒有錢我怎麼孝順 你以為孝順 生下來你就會孝順的嗎 那為什麼我呢 德國朋友 二十歲以後就跟爸媽說 拜拜 幾乎一年打一次電話就這樣子 這時候都不孝 好為什麼那個社會 跟我們社會這麼不一樣 但是人家不會覺得他不孝 好 好 所以 還是講的 合理的不代表合情的 你看看好像法律規定上的 很合理啊 但是這個 我們覺得 還是覺得怪怪的在哪裡 這個 我身為學習在討論的一個議題 所以呢 好 我們就先 這一堂就要到這裡休息十分鐘 好 我們接下來休息十分鐘 如果有去 如果去飲品店啊 肚粉裡面沒有夾這份的要來後面拿喔 就在 禮拜二早上之前拿的 就是禮拜二早上 之前你就去拿肚粉 你的裡面就沒有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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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請你拿後面拿 我也請你拿出來 我來看 我們今天就在這裡 你叫你喝 邀愛 上車 我來看 我選擇 你呢 我選擇 師姐姐 又來的 我選擇 你的 我選擇 這樣 這是 你的 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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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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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